阿们 我们要欢乐图舞 将光荣归于天主 因为我们全能的天主上主 掌握了王权 阿里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什么早安 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传给外邦人 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 他们就听到 在安提约基亚 也有不少人 归于了耶稣基督 就派遣纳伯 去安提约基亚 或是安提约基 纳伯是谁 纳伯就是在 中途大师路 他去变卖他所有的 把他所卖的那个钱 放在中途的 交钱 的那个人 他到了安提约基亚 发现那边的团体是 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是周末的神 他就找了保禄 他去特首 找保禄来一起工作 他们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 那他们也看到 天主的手 耶稣基督的手 也与他们一起工作 现在我们大家 人罪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我向圈伦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措施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我们在此时期 怀着感恩的心 庆祝基督复活的奥基 求你赏识我们 因获得救恩 而常常欢心踊跃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 及圣神 永生 永往 阿们 公读 中途大事录 德范遭难以后 那些由于迫害而四散的门徒 经过各地 来到了菲尼基 塞浦路斯 和安提约基 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 和基勒乃人的门徒 到了安提约基 也向希腊人讲道 宣传主耶稣的福音 主的手 同他们在一起 信而归主的人 数目很多 这是传到了 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 就打发纳伯 到安提约基去 他来到了 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 很是高兴 并劝勉众人 艰辛依靠主 纳伯是个好人 充满圣神和信德 就有许多人归了主 后来他到塔索去找扫路 找到了便带他回到安提约基 他们一年之久 在教会中共同工作 教导了许多人 称门徒为基督徒 是在安提约基开始的 上主的圣典 感谢天主 普世万国 请赞美上主 普世万国 请赞美上主 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 西庸的基础建于圣山 上主喜爱西庸的门庭 胜过 胜过雅队 胜过雅阁所有的帐篷 天主之城 请听 人们曾提约基 普世万国 我请赞美上主 我要将埃及和巴比伦 列入认识 认识我的人手中 飞里斯 提弱 以及顾斯人 都在那里出生 提到西庸 他要被尊为母亲 因为人人都在那里诞生 至高者 要亲自使他坚定 普世万国 请赞美上主 上主要在万民 户籍上登记 这些人 都是在那里出生 人们结队 歌舞高唱 你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我们的家乡 普世万国 请赞美上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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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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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 正是冬天 耶稣在圣殿内的撒罗马游浪下徘徊 犹太人围起他来对他说 你使我们的心现意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如果是墨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耶稣道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却不相信 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 可为我作证 但你们还是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远不会伤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 把他们夺去 父把他们给了我 他比一切都大 因此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与父远是一体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听到别人把谣言传给我们 或许我们把谣言传给别人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是我们听到有人来到我们面前 你知道吗 摩摩弟兄 摩摩姐妹 他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会知道 我以为你知道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真是不知道 我们说 好吧 他不是在吗 明天他会来 你就去问他吧 你就直接问他就好了 在今天的福音 正是就是这样子 犹太人 他们 彼此 他们唱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彼此谈论 他是不是摩西亚 这个人 耶稣 他是不是摩西亚 他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 他们也在争论 他们争论 但是今天 他们自己看到了耶稣 他们就说 我们就不要再问别人了 我们就去问别人 别人也没有告诉我们 真相 好 他在 我们直接去问他好了 但是他们所问的 他们没有问耶稣说 你是摩西亚吗 不是 他们到耶稣跟前 他们就说 我们 你要使我们等待多久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摩西亚吗 这个就是他们问耶稣的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 我其实早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但是你们不相信我 我所做的工作 也可以为我作证 那耶稣所做的工作 我们回顾 耶稣他做了那些的 耶稣使生病的权力 使父母的怎么样的被捷径 使死人复活 这一切也应该可以证明 这个人他应该是默想 他不但是这样的 在第十章前面的 昨天我们所听到的 他就讲了 他就是山木 他是山木 他是照顾一系列子民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就是摩西亚 耶稣明明跟他们讲了 但是他们这些人不相信 为什么他们不相信 耶稣跟我们讲原因 原因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如果你们是我的羊 会怎么样 羊我的羊 他们应该早就听到了我的声音 他们早应该知道了 我就是摩西亚 但是你们 因为不是我的羊 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你们还是不认识我 好 这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 是为了要庆祝 重见节 重见节 那这重见节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圣殿 重见 重见以后 他们就再一次的把耶路撒冷的圣殿 奉献于天主 奉献于天主 所以他们来参加这个重见节的时候 看到了外在的圣殿 这个为他们说是一个保障 保障什么 保障天主是在他们中间 天主是陪伴着他们 是他们要朝拜天主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今天的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在最后的最后的一句话 我原来我跟父是一体的 我与父是一体的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朝拜天主 现在我给你们新的一个方法 新的一个地点要朝拜天主 不再是在圣殿朝拜天主 是透过我 因为我跟父是一体的 你们在我面前 你们接受我的教导 你们聆听我的声音 你们就是朝拜天主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你们听我的声音 我给你们另外一个保障 你们要得永生 就是今天福音里面跟我们讲的 所以在今天 耶稣就跟我们讲的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要聆听耶稣基督 我们要相信祂 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有了一个保障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祢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心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祢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因祢的旨意为全神 请祢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灵效益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宁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王力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法压 终身是国民 天主 请以祢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真实心的安慰者圣神 清主于我们 及切信有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愿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祢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祢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去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封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祢能应受显强 愿祢能活来临 愿祢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伴我们的县余祸 但救我们的天与修和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改善我们父国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咱还没他生命